好那么接下来对吧 我们把案例的这个k净零算法的案例讲完了 对吧 刚才我们的这个流程也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总结一下这个knn 这个k净零算法 到底有什么问题 或者它的一个优缺点是什么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第一个k值取多大有什么影响 这就是k净零算法的一个缺点 k值取多大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分两种极端的考试 k值取很小的时候 k值取很大的时候 那也说这里我就不再去演示 enables等于10 或者enables等100的时候的效果了 对吧 每次运行太消耗太多时间了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那k值取很小 它容易受什么影响 k值取分析 假如说我现在就取这所有数据 对吧 你有几千几千万个数据 我取一个最近相似的 就是说我这里面预测 对吧 我以这个比较的时候 我只取一个比较 对吧 就是说我一千万个都比较好了 比较好之后 我取最近的一个来 它的类别是什么类别 我就是什么类别 有什么影响 其实还是那一点 容易受什么 异常点的影响吧 假如说这个样本正好是异常点 那怎么办 是不是你就预测错了 对吧 所以它容易受异常点异常 影响 你现在取六个七个假如说你有七个啊 那你现在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万就小了 所以k值取很大取很小是不是都有可能会造成影响吧 对吧 k值取很大呢 怎么理解啊 就说容易对吧 容易受样本的数量影响吧 容易受k值的数量 k值数量的波动啊 波动 其实这个数量的这个意思呢 就说明是吧 这个数量里面的类别波动吧 类别 比如说你这三个都是爱情片 加五个之后 哎 它是五分之三都是爱情片 对吧 所以这个是容易受数量波动了 好 那先我们看问题啊 等一下再说这个k值 性能问题 这应该大概都能够感觉到吧 什么名 是什么性能 你每一个样本来了 都要与这一千万个样本 当然就算你再去优化 对吧 你不去做一千万样本 你是不是多要去一个去计算距离 你这个 你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不是很高 你要复循环对吧 然后呢 你还得去进做这个平方计算 时间复杂度是不是很高 对吧 前面讲过时间复杂度啊 哎 你又时间复杂度 有可能是达到n番 n的三四番都有可能 那所以我们的性能问题 就是他的一个缺点 就是他如果你的样本越来越大 我们这里为什么很快出来啊 是因为我们一共有多少个样本 一万个样本 他本身有多少个样本啊 是有几千万个啊 注意了 接近几一亿了 接近一个样本了 所以他有1.27G 对吧 他有几千万个样 如果你再放进去 那这个运算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多少长 对吧 因为我也没试过把这个 所有数据啊都放进去 这个预测啊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对吧 好那这里面就是说 他的K进行的性问题 性能问题是不是 非常明显啊 好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缺点 那么这个K值取值啊 我们下午会说的 这个K值取值既然不行 对吧 既然取这个5 对吧 假如说取10 取3 取7 或者取100 是不是都有不同的结果吧 那就是说我是不是要手动的去 设置一个5 然后再设置一个7 看下效果 再设置一个8 看下效果 是不是这样一个个设置 是不是特别麻烦 所以这里面就有我们的什么 参数的调参 我们的调参就是这个意思 能理解吧 就是这意思 我们的参数对你结果造成影响 那既然这些参数有影响 我是需要去设置这些参数了 那像我们会讲到 模型的这个调优的时候 你这个参数怎么去调 或者说怎么去设这个值 对吧 这个我们下午会说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快速的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这个K进行0 K进行0呢 它的优点非常简单 优点非常简单 就是简单 易于理解 对吧 非常非常简单 就一个距离公式 你就可以求出最近的这个类别 对吧 易于实现 那你自己也可以实现 对吧 那这里面有一个叫无需训练 无需参数估计是什么呢 这里的参数估计啊 不是你这里的 这种参数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下午会介绍叫超参数 超参数 注意了 这种参数 这些算法实力化的时候 它的参数呢 称之为超参数 这种什么无需参数估计呢 是它算法里面的 它算法 比如说里面 它在计算的时候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参数 比如说这里有个α 就有个a a乘以某一个值 然后b乘以某个值 比如说这里面有参数呢 就说明是算法里面的参数 能理解吧 好 等一下我们讲的算法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了 那无需训练 什么意思呢 这个过程要不要一个迭代的过程 就说第一次结果 第二次结果 第三次结果 一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不是吧 它就是一次性 只要你距离计算出来 是不是就得出结果了 它不需要说 第一次计算 这个准确率不高 我再迭代一次 准确率又变高了 再迭代一次准确率又变高 不是这样过程了 因为你的距离已经固定了 你的数据固定 是不是距离又变固定了 所以它只要一次计算出来 你的结果就已经得出来 那其实你在拿另外一个 对吧 你拿再拿100个预测样本 再拿过来 是不是它也是这个结果 就是它也是这样去计算距离吧 不是迭代的过程 不是第一次第二次 它就结果变好了 好 第一 这是它优点 对吧 那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K值取值 以及它的计算量 能理解吧 计算量和K值取值 那我们要讲一下 这个K精灵使用产品呢 其实我可以说 K精灵基本上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 基本上不用 基本上不用 就是因为它的缺点比较大 那它的使用产品 你可以在一些测试 对吧 你可以先测试一下 小数一产品 几千到几万千吧 你可以具体的业务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一般我们都会使用 其他的这些比较准确率 比较高的 然后呢 这个不影响你的 这个计算性能的 这样一些算法去做 当然我们有一点是什么 在机器学习开发流程当中 我们说有个建立模型 其实你可以怎么去做 我可以干嘛 一个算法 一个算法 是试 看哪一个算了 更好 对吧 比如说K精灵 我先算一下 K精灵效果怎么样 对吧 调一下参数 看一下怎么样 当然是在同等的条件下 什么同等条件 是你的特征工程 是一样的吧 比如说再拿什么普苏别斯 或者说这个什么随机森林 对吧 你如果说你不知道拿哪一个 你就一个个试嘛 对吧 先试一个 看下这结果 调一下参 看这个结果哪个更好 看一下这里面选择一个更好的东西 就行了吧 更好的算法 然后再去调具体的参数 这个啊 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思想 对吧 所以一般的我们K精灵呢 也不会去使用啊 好 那么这个K精灵总结就到这里 那这里面呢 其实还有个参数叫什么 加快搜索速度 基于什么改进的这样一个API 在API里面实现 是不是讲过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里面叫有一个 诶 是不是讲过吧 刚才讲提到一个 Auto Botring KDTrain Bot 这些啊 你不用管 他就是说在去实现这个算法的时候 他用了哪些数据结构啊 去加快你的搜索速度啊 去提高你的效率 能理解吧 就是目的 就是提高效率 算法的思想 还是可以进行这样的思想 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里也留了一个例子啊 当然你先把这个例子 先自己多敲几遍 然后呢 做一下这个特征的处理 能理解吧 特征处理 先改一改 看下效果 当然这个内存如果不够的话 你最好建议你在这Windows下面去做 如果说你开虚拟机 可能虚拟机内存不够 对吧 可能就会直接爆 Memory Error 就是内存错误对吧 这个数据量大 当然你如果不想的话 你就把数据量缩小一下 就跟我这样 把数据量缩小一下 去测一下就行了 对吧 好 那这里面呢 这个 这里也给了一个作业啊 这个预测 就是说 塞格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鸢尾化的数据 对吧 你可以用这个鸢尾化数据呢 去预测结果 然后呢 同时对这里面数据 他介绍了一下 对吧 你也可以做一些特征工程 标准化 好 这是给你们作业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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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